今天的新闻是 日本福岛核电站在泄高浓度污染水 或已流入大海 中新网10月3日电 据日本新闻网报道 东京电力公司2日发表消息说 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污水储存罐中泄露出高浓度放射性丝的污染水 每升放射性丝中含20万贝克勒尔 污染水泄漏量还不明 消息称 此次泄漏的污染水是从储存罐顶部流出的 部分污染水流出了储存罐周边的围墙外 很有可能从排水沟流入大海中 这个污水储存罐与8月份泄漏300吨的储存罐并非同一个 东京电力公司1日表示 福岛核电站和辐射污水 在水槽区之间移转存放时 有4吨可能遭到污染的雨水外泄 东电发言人当天表示 目前不清楚 外泄的污水污染有多严重 正在抽取样本 检测辐射值 此前 东京电力公司30日凌晨宣布 此前因故障 停止试运型的福岛第一 核电站新污水处理设备 多核素去除设备 以重启污水处理作业并运转正常 再见